前几天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黄光玉出狱了 黄光玉国美老板 很多人不知道他 因为他出名的太早了 那时候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 还在学英语背单词 腾讯的老板马化腾 还在深圳学编程 小米的雷军 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了北京 那京东的老板刘强东 还在上自习准备高考 拼多多的老板黄征 还背着小书包 记着红领巾 一步三跳的去上小学 你不认识黄光玉不要紧 那些资本玩家们都认识他 那黄光玉一出狱 资本玩家们就很开心 当天国美的股价就上涨了60% 要知道黄光玉在监狱里待了12年 他进去的时候 最流行的手机还是诺基亚 那安卓手机还没出来 中国还没有多少人见过iPhone 那北京的房价才1万多 这个世界跟12年前相比 早就翻了天 大变样了 那黄光玉还行吗 能不能行啊 咱们先看看他的故事 黄光玉1969年生 广东潮汕人 小时候家里穷 兄妹四个吃不上饭 黄光玉和大哥捡垃圾卖破烂 才能勉强糊口 那1979年啊 黄光玉10岁 有一个老人南巡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汕头成为了四大经济特区之一 很快啊 很多外国货从汕头进入中国 这其中啊 就包括很多家电 黄光玉的哥哥很聪明 自学生才 学会了家电维修 黄光玉啊 就走街串巷收购救电器 哥哥呢 就负责修好 那黄光玉 再把修好的家电卖出去 就这样啊 兄弟两个生意越做越大 1985年 黄光玉才16岁 还在读初中 就已经跟哥哥一起赚了不少钱了 那哥哥正好高中毕业 打算啊 出去做生意 黄光玉就决定 哎 不读书了 一起出去 闯江湖 兄弟俩啊 用蛇皮袋子装上维修好的二手电器 坐上火车 一路北上到了内蒙 很快就赚到了低通金 黄光玉在内蒙待了一段时间啊 觉得地方太小 发展受限 就一个人去了北京 正好那时候 他有个从广州进货服装的渠道 就进了一大批衣服 到北京啊 到处摆摊卖货 天天跟城管打游戏站特别辛苦 搞了几个月后啊 他觉得摆摊不是个办法 还是开店吧 就这样啊 他在北京珠石口东大街 承包了一家国营服装店 并沿用了那家店的店名 国美服装店 又把他哥哥从内蒙叫来 留了一半店面卖电器 那这就是国美电器的前身了 卖了一段时间啊 兄弟俩发现 哎呀 这个衣服卖不动啊 那电器生意倒是越来越红火 那干脆就不卖衣服了 直接卖电器吧 就这样啊 国美服装店变成了国美电器店 那时候中国工业还不发达 电器大部分都是进口货 很稀缺 有时候啊 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货 所以商家们经常啊 故意囤货涨价 那黄光玉不一样啊 他却搞薄利多销 同行们都笑他傻 能赚更多的钱你不赚 那你不就是傻子吗 结果啊 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他们发现市场被国美全占了 那消费者又不是傻子 大家都知道啊 国美博利多销 而且电器坏了 黄光玉他哥当场就能修 不用返场 哎不耽误自己用 多好啊 那就这样啊 大家买电器都去国美 国美没货 大家才去别的店看看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国美啊 黄光玉没少花心思 他甚至想到了 从报纸上打广告 那还是1991年 那国美的广告就出现在了北京的报纸中缝上 那就这样啊 每个北京人都知道了一句口号 买电器到国美 就这样 黄光玉的生意越做越大 就有了资本跟厂家谈判了 那别的店都是要一层一层的批发进货 他直接去跟工厂老板谈价钱 他要的量大 又有足够的现金 这叫什么量大人潇洒 那厂家呢 也愿意卖给他 就这样啊 国美进货成本更低 卖家比别的店更便宜了 生意啊 就更加如日中天了 黄光玉那时候啊 真是赚大发了 他甚至跟别人说啊 顾客你拿着钱进我的店 要是没把钱留下 那就是我的耻辱 兄弟俩啊 就是这样 翻身浓浓把歌唱了 有了钱了 这钱怎么花呢 兄弟俩一琢磨 哎 投资吧 正好那时候 房地产行业开始兴起 兄弟俩就搞起了房地产 等生意做大了 兄弟俩想了想 还是要亲兄弟名算账 分家吧 免得以后有矛盾 就这样 黄光玉分走了国美电器 他的哥哥呢 分走了房地产 那这哥俩分家的时候 还是1992年 那一年啊 马云学英语背单词 马化腾还在深圳读大学 黎君刚刚大学毕业到北京 刘强东在老家准备高考 拼多多的老板黄征 还在上小学 1993年啊 黄光玉有了品牌意识 那时候他手下卖电器的门店 有很多家 名字都不一样 这个叫张三 那个叫李四 那他决定啊 全部统一叫国美电器 开始了统一化的品牌运作 钱嘛 谁都不嫌多 为了赚更多的钱 黄光玉决定去银行贷款 继续扩大经营 就这样啊 认识了中国银行的一个新代员 那这个漂亮的女孩呢 叫杜娟 出生于教师家庭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很快啊 两个人谈起了恋爱 三年后结婚了 有了钱 发展就更快了 在接下来的17年时间里 黄光玉的国美电器 在全国60多个城市 开了几百家分店 销售额最高达到了几百亿 成为啊 中国最大的电器连锁企业 2004年 2005年 2008年 黄光玉啊 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中国首富啊 想想都很爽吧 还没等黄光玉爽购呢 他摊上事了 那这事还不小 2008年 39岁的黄光玉啊 中国首富 涉嫌 商业犯罪被拘 2010年的8月30号 黄光玉啊 因非法经营罪 内幕交易罪 和单位行贿罪 被判处有期雇刑14年 同时被判罚金 没收财产等等 那老百一下子坐牢了 国美啊 一下子群龙无首了 很快就陷入了内斗 最后啊 黄光玉的老婆杜娟 作为黄光玉的代理人 不得不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就这样到现在啊 国美在杜娟的管理下 度过了12年 直到前几天 黄光玉出狱 黄光玉在监狱的12年里啊 他的对手苏宁电器 发展迅猛 现在市值已经是 国美的好几倍了 而且现在买电器 很多人啊 都不去门店了 而是去淘宝 京东 拼多多这些 电商平台做手 那黄光玉出狱 就像孙悟空冲五指山出来一样 五百年沧海桑田 世道变了 资本玩家们虽然在狂欢 但他还能不能 一续大闹天宫 谁都不知道 我是童子 我们下期再见